11月20日,国内一家艺术展览馆主办了以墨语为主题的当代水墨画展,其中展出了大批中国艺术家郭鹏的作品。 其作品探索了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的融合,极富创造力。 墨语当代水墨画展展出了郭鹏的60幅绘画作品。 据了解,其作品展现了郭鹏艺术理想生活中的情感诉求,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,描绘了以生活情景为载体的抽象语言表现形式。 郭鹏的绘画作品表现出了其对自然与人文空间的关注,其所创造的题材展现了多元的生活景观。 2010年前后,我开始接触东南亚一带的画风。 深受陈文熙、钟四斌、蔡依稀等老一辈画家作品的启发, 还有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。 赵无极、朱德群的抽象抒情画风对我也有启迪之功。 这次画展是我十年艺术思考和笔墨实践的小节。 美的语言是不分国界的,也是不分种族的。 国内华裔艺术家饶运之,在艺术社区中心表示, 通过墨语展能进一步推广中国书法、水墨画家的作品, 同时将印尼艺术文化带进国际事业。 开拓印尼文化国际视野, 推广中国书法、水墨艺术和促进人文交流。 据了解,郭鹏于1980年出生于中国江苏披州市, 在中国国画名师周玉峰教授、书法名师马士达、 王继安、常汉平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书法, 奠定了往后艺术创作的重要基础。 墨语艺术展览将从11月20日举办至12月19日, 参观者可在展览馆体验中国水墨画绘画创作。 美读新闻城里报道。 美语艺术展览 美语艺术 medoloì